好的,我现在是要你们看到我们讲神的恩典的时候 不要先说要做什么 现在我给你一二三,请你看这个slide 这里说我们讲神的恩典的时候 不要先讲我们做什么 我们先讲神主动做什么 然后当我们遵从的时候 当我们遵从的时候,神怎样祝福 我想说的就是这样的 很多时候他们以为是讲恩典 但他们讲的时候 其实讲很多人要做什么 我们也可以说人做什么 但首先是讲 神首先主动做什么 主动做什么 你看这里一二三 我们想带领一个人悔改 有些人只是这样说的 他只是说你要悔改 只是说你要悔改 这是一种方法,这只是律法的吩咐 这个不是错,我想说律法不是错 但如果律法的动力只是律法的话 就只是你要做什么,你要做什么的话 这个动力就不强 而且这个动力就有一天会越来越弱 有些人就会越来越软弱 这就是这种方法的动力就会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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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越了越多了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